上班的時候,大部分的人可能寧願無聊到打蚊子 也不想要忙到懷疑人生 但是法國有名男子德斯納德可不是這麼想 他原本在一家國際香水公司擔任經理 結果有一次工作出狀況損失的大客戶 就被公司冷落,每天上班只能改做一些瑣碎的雜事 例如裝電腦、陪客戶聊天、接待水電工等等 平均一天只花40分鐘,之後就完全不知道要幹嘛 這聽起來好像很爽,但是德斯納德 卻覺得無聊到爆,根本是當我是塑膠 甚至開始認為自己是薪水小偷 非常內疚、沮喪,更因此生病請了長假 但最後卻被公司解僱,氣得提高 反共認為公司長期指派無聊工作,確實構成騷擾 雖然這跟過勞完全相反,但都有害實行健康 所以判公司必須要賠4萬歐元 嗯,但如果是我的話,過勞跟沒事做會選… 呃…好吧,我…我都不想啦 我都不想啦,我都不想啦… 有點痠,緊急時才會有口味